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知道他们的小团体还其中一些人背离而受伤 那个人已经离开了 离开了最后晚餐的房间 现在他们必须出去宣扬 他们在垃圾流人耶稣身上 看到了天主的美丽面容 一位全善的天主 他无条件地爱他所有的子女 并要求他们好像他那样去爱 甚至爱敌人 因此 这个耶稣托付给他们的一项伟大的任务 门徒们感到软弱和脆弱 耶稣就要离开他们 门徒们在问自己什么呢 他们问的问题肯定是 我怎样才能够完全地托付给我们的巨大使命去完成呢 若望写下耶稣在最后晚餐中所讲这些神圣话语的时间 是在第一世纪末 这些话语鼓励了十一位中途 他们在五旬节来到之前就非常迷茫 这些话语是在必须面对考验和逼迫的最初几年里面 支撑着首批基督徒团体 若望是为他在史华西亚基督徒团体写下耶稣的这段遗诸 就如《默示录》中所提到的 这个是充满考验和辩折的时代 让他们记起这位末世先知是如何介绍自己的 这个立即给我们当时基督徒团体所处的背景 这是一个他们被边缘化的时代 他们被赶出会堂 被视为不宜和压制的对象 先知开始介绍自己的话语 我若望你们的弟兄并在耶稣内与你们共患难 同王权和认隐内的 为天主的话并为给耶稣作证 曾到了一座叫帕特摩的海岛上 他称这个人人人都是受苦的时代 怎样去度过这个时刻呢 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 圣诗若望想向他基督徒团体讲述 主的这些话 这些话语曾在復活之时期 给他们勇气和安慰 那个时候他们必须通过面对师父死亡的考验 但这些话亦都是为我们写的 让我们反省一下 今天的每一位真正的信徒所经历的考验之一 是感觉被自己的邻居秉气 因为他按照他的不同标准和价值观 来思考和行事 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他提倡 宽恕 温训 守征 舍弃 被牺牲 会发生什么呢? 他会被视为一个有些奇怪 过时的人 围着过时的信念 有时他们甚至嘲笑他们 基督徒明白 这个不可以避免的 因为世界的逻辑 与福音的逻辑是不相容的 耶稣会在他稍后的遗嘱里面 对他们说 请注意 他们若恨我 也必恨你们 当这些事发生时 要记得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重要的是 要让我们的心被浸润 像香油一样 让主的话语浸入我们的心 这些话语安慰 鼓励了第一批基督徒团体 让我们来听一听 如果你不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我也要求父 他必会似给你们 另一位护卫者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 因为世界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与你们同在 并在你们内 如果你们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在我们的语言里面 我们只有一个动词 来表示爱 是希腊文字诗的四个 其中一个是 其中一个是 阿加班 这书是使用了这个 我们被告知到 梵文有多大八十个词 来描述很多细微的差别的爱 但我们只有爱这个词 在这个希腊动词中 这里所用的是阿加班 这种爱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不顾一切的爱 是不为自己考虑的爱 不考虑这样做 会为自己带来什么利益 只考虑让有需要的人快乐 他交出自己 献出自己所有能力 来奉献生命 如果对象是敌人 他就多了一个理由开心 并忘却自我 不可能有更大的爱 这个动词是被用来描述 基督门徒的生命特征 对垃圾纳人耶稣的门徒来说 生活意味着爱 没有活力去爱的人 就不是作为人活着 作为人意味着爱 阿加班这个词 以及他的动词阿加班 在新药中被使用了259词 而在《药物福音》第五章 所记述的耶稣遗诸里面 爱这个词出现了26次 这个告诉我们 耶稣对这个信息的重视 祂希望这个信息 存留在祂的门徒心中 因为祂是基督徒的生命中心 爱这个动词是什么意思呢? 它不是一种心灵的感应 恋人所经验到的这种情感 不是 这种爱叫Eros 也是非常好的 是天主放入我们内的一种冲动 阿加班不是寻找他人 来满足自己的利益 而是寻找方法 而知道应该如何去帮助那些 需要我们帮助其生活的兄弟姐妹 在这里 耶稣要求他爱他 他不断重复 因为耶稣想要这个爱 阿加班 这个词在他的遗族中出现了四次 他说 如果你们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接受我的命令 而遵守的 便是爱我的人 那不爱我的 就不遵守我的话 这个耶稣第一次这样说 爱他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不是一个自私的要求 那个是Eros 希望对方只是为他而活 不是的 这里的意思是 跟随他 遵循他的生命提议 这个意味着 将你自己的生命 和他的生命建合在一起 就好像妻子 不想要其他的情人 因为他的心 只与他的丈夫建合在一起 他与他分享他所有的生命计划 这个就是耶稣所要求的爱 与我分享你的生命 今天耶稣邀请我们评估 我们在多大程度上 参与了他的生命 参与了他的计划 我们准备为他 献出多少我们的生命 他说 我将我的整个生命都交付给 爱 我把我的生命 献作礼物 你愿意为我的提议 冒多大的风险呢? 如果你们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让我们试着解释这个表达 因为从爱人的嘴里面 听到这些话 感觉并不好 说到命令 让我们有一点烦 我们不喜欢人家说命令 规定 爱人不会是这样说的 这里 我们是在说爱的背景下 而不是在受生故缘的工作背景下 耶稣说他的命令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记住 耶稣从来没有说 要服从他 他从来没有说过 你必须服从我 他也没有说过 必须服从天主 当福音中使用 Hobar Queen 这个希腊动词 他总是指 耶稣发出的命令 不是对人或对他门徒命令 他向不洁之灵 发出服从的命令 向风 向海上 空拥的波徒 发出服从的命令 这些都是必须服从他 事实上 他们也确实服从了他 必须服从他的 是邪恶势力 从来不是人 此外 福音希腊词语 服从Obedience Hobar Queen 在福音书中找不到 人不是蒙照要服从天主 而是要好似天上的父 要与天父所赐予他们的生命相容 天父的生命是 爱 完全奉献的生命 只考虑到让对方快乐 因此 这个不是在说服从命令 而是在说保持心的倾向 听从这个神圣的生命 听从圣神 他每时每刻都在说话给你知道 你可以怎样表达你的爱 服从 发生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中 这个与爱是不相容的 相似耶稣使我们成长 耶稣完美地相似天父 他总是服从他作为天主子的身份 这也是对我们所要求的服从 不是服从外在的命令 而是服从我们作为天主子女的生命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耶稣的话 如果你爱我 就看去我的生命 将我一样行事 因此 耶稣的命令只有一个 就是圣神的声音 就是我们作为天主子女的身份 事实上 耶稣刚才说过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一条单一的命令 如同我爱恋你们 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 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 世人因此就可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为什么耶稣后面说到 命令时用了服数呢 耶稣只有一条命令 而且他一直遵守这条命令 也就是神圣的生命 就是爱 但现在他说的命令是服数 原因是 唯一的命令表现为 多种不同的情况 因此 必须在每一个行为中实现爱 必须分辨出此时此刻此处 某一个命令叫我们做什么 因此 例如 在某一时刻 他要求我们帮助一个病人 有一个曾经冒犯过我 伤害过我的病人 这里唯一的命令就是 体现出来的我必须听从 作为天主子女而传来的声音 另外的时刻 这个命令会要求我 接待一个有需要的人 这个人需要立即帮助 或者要放弃我的权利 因为对方的需要比我大 另一些时刻 他要求我 不要伸手接受服务 这个条独一无意的命令 在不同的环境下 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 我的命令复数 这亦都是保禄 在爱的赞美诗中所说的希腊文 Krisdevetai iacapain 被译为 爱是含人的 不是 真实意思是 爱知道如何适应任何情况 每时每刻分辨 自己在每种情况下 必须做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如何分辨出 圣神要求我们做些什么 因此 唯一的命令 是要留意 兄弟姊妹的 所有爱的需要 正在这个爱的背景下 耶稣说到 另一位护卫者 护卫者 Parakareo 这个词的意思是 叫人亲近 拉丁语是 Avokatos 律师 律师的作用是什么呢 为被攻击的人辩护 是那些想要将我们 关进监狱的人 面前为我们辩护 即使我们是无辜的 他们也想将我们 关进监狱 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 律师出现 保护我们 为我们辩护 耶稣是说 另一位护卫者 是因为他是第一位护卫者 即在他门徒身边的护卫者 而现在有另一位护卫者 将继续履行耶稣的同样使命 这位被召来的护卫者 的保护 使命是什么 他从天父那里来 不是为判我们的罪 不是 敌人是想奪走我的生命的人 是不想让我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的人 这样这个敌人是谁 是邪恶 是这个世界的思想 是所有这些想引导你只考虑自己 而对别人不敢兴趣的力量 因此 他与耶稣所提议的爱是相反的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他是一位忠信的伙伴 让我们思想去解释一些 谁是这位护卫者 谁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永远在我们身边 随时保护我们 不受那些想奪走我们生命的势力 侵害的护卫者 这里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经验 原谅对我造成巨大伤害的人 我可以让这个人付出代价 但我唯一的收获是 看到他受苦的满足感 因此我拒绝这样做 然而一个被世俗所引导的人 被这个世界的逻辑所引导的人 甚至可以指责我懦弱 指责我无法让别人付出代价 但是在我内的天主子 所赐予我的圣神 告诉我 恭喜你 你是真正的天主子女 我放弃了在职业生涯中向上爬 因为如果我这样做 我会陷入良心的困扰 即使朋友说我偏真 太真正 但在一天结束时 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内心有一种声音说 恭喜你 你的行为 好似一个真正的人 这个声音是圣神的声音 它总是与我们同在 保护我们不受敌人的伤害 敌人就是邪恶的思想 它不会引导我们去爱 它是让我们退回到自己身上 也许你会觉得 我不在朋友圈里面 不在那些 与自己思想不同的人的圈里面 我甚至会觉得孤单 被那些嘲笑你的世俗人所抛弃 因此 这位护卫者守护你 真理之神 真理之神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他不会说大话 他是引导你成为真正的人的神 如果你不爱 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现在 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安慰话语 在某个时刻 在那些不喜欢遵循世界的提议的人中间 他们不可以避免感到孤独和迷失 让我们听听这来自主的话 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 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不久以后 世界就再看不见我 你们却要看见我 因为我生活 你们也要生活 到那一天 你们便知道 我在我父内 你们在我内 我也在你们内 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 便是爱我的人 谁爱我 我父也必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 耶稣说 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 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医民的意思是 我来找你 如果我失去一个朋友 我就静下我自己 现在我没有这个朋友了 我只有一个记忆了 我这些东西丢失了 如果妻子失去了丈夫 他再不是叫妻子 而是寡妇 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的门徒害怕成为孤儿 如果主消失了 我们就不再是门徒 我们就会失去了我们的身份 但是耶稣说 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我将以另一种方式 和你们一起 一些闻所未明的事情将发生 你们将经验到一种 无比真实的临在 比你们与我的肉身 同在三年所经验到的更加真实 我会再来 世界就再看不见我 世界作为世俗 只是看到物质的 可证实的事物 对世界来说 耶稣是一个失败者 他最后在坟墓里面 永远结束了 你们却要看见我 因为我生活 你们也要生活 我们刚才说过 生活意味着爱 其余的都是枯草伐味的过活 这些虽然很正常 但如果我没有达到爱的生活 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你们将要生活 因为你们将参与我特别的生活 这个生命使我与天父的联结 这个特别的生命将以圣神传给你们 因此 我的临在不是一种外在的友谊 不像你们预今所经历到的 它是一种完美且充分共荣的生命 你们不仅仅将与我连结 而且将于天父的生命连结 并参与其中 让我们奴记耶稣留给我们这个信息 这个遗证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整个生命的视觉 就会改变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命运 不单是看到他将来如何结束 而且会看到 眼前正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与基督一起参与 天主的生命 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 其余的都是谎言 祝每一位父子快乐 并有个很开心的星期